一顆顆工業用軸塵看似普通 卻有嫌犯利用它來加償毒品 企圖從國外運毒來台 夜星和許姓嫌犯利用疫情期間 空運班次密集 想藉由空運快遞包裹 重關運毒 沒想到還是被警方一舉破貨 這個淡水區的一個鐵皮屋裡面 將這個接過的這些軸塵 切割打開 然後從裡面起出的毒品 然後我們建石器成熟之後 我們就依法執行查器 現場就查購了到毒品 以及相關的犯罪工具 嫌犯躲藏在淡水山區 將藏有K他命的軸塵進行切割 算一算一共有24包 重重量超過2.7公斤 警方連日跟肩埋伏 趁嫌犯外出時上前歹人 當場起出切割機 狼頭等張證物 訊後移送士林地檢署偵辦 兩名嫌犯隨即遭法院生涯境界 疫情期間 航空過運的數量 居增了10G當作臉部 來利用快遞包裹 來印出入境 嫌犯見毒品有利可圖 甘願挺而走險 從國外運毒 還好被警方及時攔截 避免毒品流入市面 造成更多家庭 遭連累受害 記者邱世民台北報導 截了10G下跨 十分次 改善 Bennett 截